好,那么各位同学,我们本小节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具有Pathnik特性的语法 我们先建一个C3这个模块 那么这个Pathnik的写法我们在Pathnik里面把它称作叫做列表推导师 这个列表推导师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你想根据一个已经存在的列表创建一个新的列表的话 列表推导师将对你来说很有用处 列表推导师这个叫法也是有一点点的奇怪 但是我猜的话它和数学里面像一个集合推导师有一些相似 这个是我猜的 所谓数学的同学应该是可以理解这个集合推导师 好,那么我们还是用实际的实例来看一下什么是列表推导师 假如说我现在有一个集合A 然后集合A它是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面有这样的一个1到8个数字 假如说你现在有一个需求 你需要根据这个已存在的列表A 创建一个新的列表 这个新的列表里面的每个数字是原来这个列表每个数字的一个平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列表推导师来编写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里我们插一句如果我没有讲这个列表推导师 你也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来实现这样的一个业务逻辑 第一个for循环 第二个是用我们之前所学的这样一个高级函数来实现 好就这样一个mine 那么我们先暂时抛开这个for循环和mine 我们用列表推导师来实现一下这样的一个业务逻辑 我们先定义一个变量B 用来接收新的这样的一个列表 列表推导师的基础就是它要有这样的一个列表符号 一个中括号 然后我们在中括号里面写一个for循环 但是它并不是真的for循环 我们的for这样一个i in a这个列表 那么这个语法就相当于便利整个的a的这样的一个列表 然后在前面大家注意我们写上i乘i 代表我们要求这个i的平方 中间记得i乘i和for循环之间是有一个空格要隔开的 然后我们这就完成了一个列表推导师 非常的简介 然后我们说一个B看一下 是不是把a列表里的每个数字 都给它做了一个平方 你发现什么 我们打印出来的结果确实是把a里面的每个元素 都给它做了一个平方 这个就是列表推导师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记住便利还是用for来便利 但是for的前面可以实现我们对于for循环的 每一个元素的一个操作 我们这里的操作是求平方 你呢可以换成别的操作 好 那么这里呢顺便呢给大家呢插入一个小的一个知识 我们呢求平方的时候呢我们这里呢是用的i乘i 对不对 其实呢我们还可以这么写啊 i两个信号 2啊这样呢也是代表的i的平方 然后呢我们呢改了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运行结果 对不对 依然呢是啊求的这样的一个平方 那么其实呢这个后面的数字2呢 我们还可以求这样的一个三次法 也就是它的立方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下立方的结果 哎 哪里写错了 哦 这里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 就把a下面的每一个元素呢 都给它求了这样的一个三次法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列表推导式呢也可以完成迈谱 所能完成的这样一个功能 而且呢如果说迈谱这个函数啊 在其他的很多语言里面呢都是有的啊 但是呢对于列表推导式来说的话呢 确实呢是非常具有我们派生的这样一个特色 当之无愧的呢是这样的一个派生的写法 至于说呢你喜欢哪种写法 那么呢这个呢由你自己来决定啊 我个人来说的话呢 还是比较喜欢麦克的这样一种写法啊 因为呢可能其他的语言呢写的比较多啊 更加呢习惯用麦克这样一种函数的思维来解决问题 这个呢其实呢就是非常具有 Python特色的一种写法 很多书里面呢会推荐啊大家使用列表推导式啊 这个呢我也不反对啊看自己 但是呢在某一种情况上面啊 我推荐大家能用列表推导式啊 什么情况啊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呢我现在呢不是对a里面全部的元素做这样一个平方啊 而是呢有选择性的对a里面的元素做这样一个平方的话呢 我推荐大家呢用列表推导式啊 那么为什么呢 那我们先看一下如果我想做一个条件筛选的话呢 再用列表推导式呢怎么来写呢 比如说呢我现在要求a这个列表里面大于等于5的元素 才进行这样一个平方 并且呢才能加入到我们的b这个列表来 那么我们用列表推导式呢 只需要啊在这个for循环的后面啊 加上一个if语句 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啊 i大5等于5 只需要加这样一个语句之后呢 我们再打b看一下 你们发现什么啊 哦这里是三次方 三次方不是很方便看啊 我们应该把它给二次方啊 我们会发现啊 现在呢这个新的b列表里面呢 只有啊后面5678他们的这样一个平方啊 25 36 49 64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啊 有条件的筛选a列表里面数 进行这样一个平方预算 所以说呢对这样的一种 有选择性的筛选a列表的元素进行预算呢 我为什么推荐这个列表推导式呢 因为它非常简单啊 它只需要在后面加上这样一个if条件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呢可以自己试一下啊 迈幅函数呢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条件筛选 但是呢 它呢其实呢是要结合我们学习的另外一个元素啊 future 一起来实现啊 写起来呢 比我们这个列表推导式呢 要稍显啊复杂一些 但是呢说一句实话来讲啊 像这样的一种列表推导式啊 你如果不加这个if的话呢还好理解啊 加了if之后的话呢 其实呢我觉得呢 它的这个写法可逐性呢也不是很好 当然呢如果你非常熟悉这个列表推导式的话呢 你确实呢会看起来会比较舒服啊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列表推导式是什么意思 好 最后呢还有一个啊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呢 也是要给大家来讲清楚 这样的一种写法呢 它叫列表推导式啊 但是呢它并不是说呢 只能啊来推导这样一个列表 如果我们的A是一个集合 我们之前讲到过的这样一个set啊 可以吗 set不是这样啊 这是远左啊 set可以吗 可以啊 但是呢 set的这样的一个列表推导式呢 要稍微改一下啊 假如说呢 那我们现在呢把A改成这样一个set 然后呢我们再什么都不改变 我们看一下啊 好这里呢一样啊 可以得到25 36 49 64啊 但是呢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的这个A是一个set 但是呢最终我们得到的结果 就是一个列表 对不对 因为呢列表我们两面是中括号啊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呢 很多同学呢都会误以为啊 这样的一个中括号 是列表推导式固定的一个语法字符啊 但是呢其实呢不是的啊 如果你想得到一个集合的话 那么你需要啊 把这样一个中括号呢 改成这样的一个set类型的大括号 好 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结果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你把中括号替换成大括号之后 最终的b呢就变成了一个set结合啊 我们呢加一下啊 set也可以被推到 除此之外呢这个字典啊 它呢也是可以被推到的 那最后呢还有这样一个原主啊 原主可以被推到吧 原主也是可以被推到的吧 大家呢自行下去试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再演示了 好各位图属 那么关于列表推导式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列表推导式呢 算是啊 Person里面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东西了 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呢 多去尝试的使用一下 确实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简化这样一个代码 当然呢我们很多同学呢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其他语言的基础 然后转而在学Person的时候啊 我一直觉得这个中间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呢 就是困难呢就是很不适应啊 Person的这样的东西啊 非常Person的一些写法啊 我经常看见很多啊做Java 或者是CChop PNTP的同学呢 用Person写的代码呢非常没有这样一个Person的味道 我觉得呢这个呢是我们要改善一下的啊 就是说很多同学的写的代码啊 我一眼看上去了 我就知道这个肯定是有其他语言的这样一个基础 然后呢还没有把思维呢转到我们Person这边来啊 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小学之后呢 既然我们要学Person 那么呢就尽量多写一些Person尼克的代码 不然的话呢我们何苦要用Person呢 就用自己原来最熟悉的语言和就可以了嘛 Person它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 很好一个层面上来讲的话 我们说直白一点啊 不就是可以让我们少写一些代码吗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